人總是喜歡將一些解釋不到的事 視為靈異事件 與鬼神且常關係 不同宗教對鬼有不同的演繹法 無神論者更加將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 虛構了妖魔鬼怪幽靈 還是魔鬼施了術 創造了靈異錄 HK026會以不探靈不誹謗 不妖言惑眾的角度 實行靈異透明化 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 去應對人世間的靈異點滴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心智時間 今集我想說五行這件事 最近聽到我有一個學生 不是法律學生 是風水那邊 他跟我說一件事 他以前跟其他師傅學過 他就說金木水火土沒有材料 我也聽到這些 當時我聽到就會覺得 是觀點與角度 當然我不是叫金木水火土 有些人叫木火土金水 究竟金木水火土還是木火土金水 大家都知道五行只不過是雙生 一個生一個 一個創造一個 另一個是黑一個 去毀滅一個 譬如人家說金木水火土 只要是金、黑、木、水、黑、火 他就說過雙黑 一個用雙生 所以不能說 說金木水火土的師傅沒有材料 或者怎樣 我覺得是有一點 那個理論是有少少容易歪 所以我錄這篇 另外我還想 其實手上有幾個點 我想矯正 第二件事我也聽到一些 就是告訴別人 那些風水師 現在的風水師是兼職的 事實上大家就這樣想 甚麼是兼職 甚麼是副業 你是以時間長還是時間短 其實很多 譬如他們可能做iBanker 他們本身是做銀行的 星期六天出來接風水 有些人譬如他長期是做風水的 但他不是賺錢的 他只是研究而已 主要他的收入 可能靠投資的炒股票 這樣也有 而事實上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出現了很多 譬如財經風水師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很多人 今時今日 無論你做甚麼職業 可能一個司機哥哥 或者一個OL 他們很多時都會炒股票 很多人有投資 有副收入 他們會看到有很多 譬如一些大的iBank 或者一些銀行 他們都會給你很多 股票給你看 接下來 譬如金價又會怎樣 股市價又怎樣 譬如歐洲 亞太區又會怎樣 其實有很多這些 金融報告 其實看著這些 股票 說真的 就算不是用風水淑水去算 你都大概可以說出 究竟接下來 股市會怎樣 大概升到幾點 所以我聽到很多 譬如兼職風水師 那些是正職 或者怎樣 你正職有很多 大部分時間都是炒股票 我可以告訴你 我只可以用一個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用正職 或者兼職 或者怎樣去 去做一個category 去group一些人 我就覺得有少少 是不夠 不夠全面 希望這裡可以矯正大家 少少一些concept 拜拜